好 那我們上一回已經談到 Gridy method 那我們說Gridy method就是 這種得寸進尺的方法 那我們上一次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現在想要從 N個Lumber裡面去找 K個Lumber加起來最大的 那我們可以這樣做就是 第一次先挑第一大的 然後這塊 第二次再挑剩下裡面最大的 第三次再挑剩下裡面最大的 那每一次都是挑當時候最大的值 那連續挑個K個之後 這個K個最大那幾個就被我們挑走了 那這個時候這K個資料就是最大的值 加起來就是最大的 好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Gridy method 就是我們假設一個問題 我們要解它的時候呢 是用一連串的Decine 一連串的判斷 那這一連串的判斷裡面的每一個判斷 都是Locally Optima 這個叫Gridy method 都是Locally Optima 就是當時候最好的最佳的 那這些Locally Optima的Solution 最後合在一起 會變成我們的Gridy Optima Solution 會變成我們全部的解答 那上一次我們看到這個圖形 就是我們要從V0到V3 找最短的路徑 那每一次的話 從V0到V1 我們就看附近最好的就是這個1 然後V1到V2 附近最好的是2 V2到V3最好的是這個4 合在一起就是7 是我們最短的路徑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Multi Stage Graph的話 那剛那一招就不行了 你不能說我要從V0到V1 那我們找最短的這個1 然後從這個點到下一個點 就剩下這個9可以找 然後再把這個13 這樣一條路的話 並不是一個最好的路徑 所以Gridy method 在這個圖形上面是不行的 那這個圖形的話 用DirectingProgram才行 好那這塊是我們談到 Minimum Spending Tree 那我們看這個圖 這個是Graph 那Minimum Spending Tree 就是我們所選的點 就是全部的點 右邊是一個Spending Tree 那我們點的話 就是左邊的每個點 都在右邊裡面 然後我們的Edge 是從左邊裡面選一部分出來 這個譬如說12 26 從左邊裡面選出來 右邊這個圖的話 它是一個Tree的形狀 Tree就是說 它整個是連在一起的 可是它沒有cycle 不能繞一圈 它沒有cycle 那Minum Spending Tree 就是我們所選的那些Edge 總和是最少的 那譬如說 如果你這個12不要了 這個12不要了 我們如果把它14加進去 把14取代12的話 那這時候你的cost 會從10增加為30 就這個Edge來講 其他沒有改 那你就增加20 那這個就變成不是Minum Spending Tree 好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來介紹 解Minum Spending Tree的方法 那 第一個方法是叫做 Cruzco Arway的 那我們看怎麼解這個問題呢 呃 我們先把這個Arway的條文 先大致上看一下 因為我們要解明 要Spending Tree 所以我們要挑這個Edge 它是從小的開始挑 小的Edge要先挑 那我們怎麼知道 哪些Edge是比較小的 所以呢 第一步我們先把它Sort 由小而大 那我們Sort的順序是 Long Decreation Order 一般我們如果 沒有講得特別清楚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講 Increation Order Increation就是地增的 由小而大 地增的 那地增的話 一般你可以這樣講 就是 我們慢慢的 比如說這個A1是最小的 然後再過來是A2 再過來是A3 最後是AN 那這個是地增的一個情況 那可是我們這裡 我們講的是 Long Decreation Decreation就是地減的 Long Decreation就是不地減 非地減的 那這兩個到底 這兩個詞到底有什麼分別 不地減就是 你可能可以相等 A1小於等於A2 我不會減少 我會慢慢增加 我不會減少 所以主要的分別就是 你的 地增 或者這個下面 這個是不地減 當你的資料沒有重複的時候 這兩個詞 這兩個詞是一樣的 可是當你資料如果有重複的話 那我們比較嚴謹來講 應該講下面這個 這個就是 兩個是可以相等的 不地減嘛 不地減它是可以相等的 那上面這個詞來講 嚴格來講就是 地增 所以你就慢慢慢慢增加 好 所以 未來如果說 各位 譬如說 要寫論文 齁 那你們寫論文的話 我們做的是科學研究 那你寫論文的話 你要寫得非常明確 非常精確 我們大部分的情況 我們的資料 很難確保說它沒有重複的 很多時候我們的資料 一部分進來是有重複的 那你要把它順序 就是你要安排一個順序 譬如說 不增加 那我們有可能是 大的要排前面 小的排後面 所以呢我們變什麼 遞減的 requisition 那也是一樣的情況 遞減的話 另外一個跟它非常類似的 就是不增加 然後increation 那道理跟剛剛這個一樣 不增加就是 有時候可能會相等 不增加 那就是遞減 那我們 未來就是各位 如果你在寫任何一個報告 或者文章的時候 那我建議你就 用這個就不會錯了 好 那所以我們第一步的話 就是把我們所有的edge 把它sort 變成一個 不減少的一個順序 就遞增的順序 由小而大 然後第二步咧 我們是把我們的 edge 慢慢慢慢加進來 那這邊講的是 next smallest 就是下一個 也就是剩下裡面最小的edge 把它加進來 那加進來的時候 你不可以形成一個 一個cycle 那這個edge 到了n-1的時候 我們要停掉 那我們來看一看 看一看 我們停止的條件 我們慢慢慢慢加進來 那我們在這裡 我們有六個點 六個點 六個點的話 你的edge一定是五個的 這是必然的 你有n個點的話 你的edge一定是n-1個 你再加一個edge進來的話 你就會形成cycle 所以你就只容納n-1個 所以 剛剛這裡有一個停止條件 就是你如果已經加了n-1個的話 我們就停止了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範例 我們edge的話 已經有小而大把它sort了 那我們就隱含 就知道說 最小的是這一個 下一次我們可以拿的是 10 再過來我們可以拿15 我們就知道 好 那這個辦法 就是 假設 一開始 我們這邊有六個點 六個點就分散開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 spanning forest 我們本來是在做spanning tree tree就是全部連在一起的 那horrester就是森林 所以我們就什麼 雙木成林 如果兩棵以上的樹的話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forest 那這邊有六個小的tree 每一個點都當作是一個tree 每一個點都是一個tree 獨立的 分開的 所以我們這邊有 六個點分開的 那我們的方法就是 慢慢把這六個點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第一次的話 是這個10是最小的 我們把它拉進來 拉進來 這個1跟2連在一起 第二次呢 我們拉 除了10之外 剩下最小的這個15 我們把它拉進來 所以第二次15 那15是什麼 連接3跟6 所以我們就把3跟6把它連接起來 再下一次的話 是這個20 20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把4跟6把它連接起來 那我們每次要連接的時候要判斷一下 你接上去之後 會不會形成cycle 那這個時候我們4跟6 接上去不會形成cycle的 下一個是25 25是這一個 就是2跟6 那你這個2跟6放進去的話 這個也沒有問題 這個也沒有問題 2跟6就把它連在一起 就是這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再下一個是30 1跟4 那1跟4的話 我們看一下 1跟4如果你把它接起來 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把它接起來的話 它會形成一個cycle 所以這個1跟4 我們就不要了 我們就把它這邊寫一個reject 就是1跟4這個edge 我們不要 這下一個我們看的是35 是這一個 3跟5把它接起來 那你每次接完之後 你就要看看 我已經放進去幾個edge了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就是1 2 3 4 5 我們放進去5個edge 那我們6個點5個edge就滿了 所以你等一下再增加edge的話 一定會形成cycle 那這樣我們到這邊就 演算法就結束 那這個是我們的spanning tree minima spanning tree 好 這個我們提了一個演算法 那我們總是想要知道 為什麼這是一個minima 就是它全部的edge相加是最小的 還有沒有比這個更少 更小的一個spanning tree 我們提了一個演算法 我們要證明它正確性 那我們現在看看 那想看看 還有沒有另外一個tree 它的total cost比這個還要小 可不可能存在 那我們請同學來回答一下 看這個到底可不可能存在 來 吳忠林 吳忠林 我想這個不是示灰題 一定在這裡 為什麼它是最小的 你不要問說它是否最小 它一定是最小 我們只是要讓你問你理由 為什麼它是最小 那你要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想 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會比這個小 蛤 能不能大聲一點 路徑是什麼意思 我們科學研究要非常清楚 1到2叫edge不叫路徑 路徑就叫pass 很長的叫路徑 很短的叫edge 一段叫edge 不可以混為一談 好怎麼樣 都是選最小的 所以它就應該是最小 可能還沒有完全 那30 30 30 30在這裡 我們這邊放進去 它也是很小 好 其實 剛剛吳忠林這樣講 大體上是 差不多是對的 就是你看 我們從這裡 開始選 這個30 沒辦法放進去 因為30 你如果把它放進去 它會形成cycle 對不對 那你會形成cycle 你還有一個方式 就是 把30放進去 把已經在裡面的把它拿掉 如果你要把30放進去的話 你在這裡 意思會形成cycle 那你一定要把 其他已經在裡面的把它拿掉 可是呢 這個加進去的順序 是由小而大 所以如果你把30放進去 另外一個拿掉 這個加進去 另外一個拿掉 它的cost一定會增加 一定會變高 所以這個30就不能放進去 啦 好 那我們已經加到這邊 是一個 這個5個 已經加進去了 之後 如果我們還想再增加 任何一個edge 你現在 以後 譬如說你這個2跟5 想要加進去 2跟5都要加進去 那如果你2跟5 要加進去的話 你一定要把已經在裡面的 某一些拿掉才行 那這個時候 你的edge的cost一定會增加 因為 先放進去的是cost 比較小的 後面再放進去cost會大 那你後面放進去的 這個edge如果要取代原來的 你的cost就會增加 所以自然而然你不肯 在後面 說我這個另外其他的 把他放進去 會比現在的還好 那就不肯的事情 好 那在這個問題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麻煩的事情 就是你怎麼知道 我意思放進去的話 這個會形成cycle呢 形成cycle 這是一個概念 那我們意思放進去 怎麼會形成cycle 怎麼判斷 那當然有人就說 那我就是把繞一圈看看啊 這1跟4嘛對不對 如果說從1能夠走到2 走到6 走到4 又繞回來了 那我就知道 這個 這個它會形成cycle 可是這樣做的可能太複雜了 我們形成cycle概念 你當然說 我繞一圈 這個是一個 直接的概念 它會形成cycle 這是一個直接的概念 可是你要繞一圈 肯你要把所有的node 都看過一遍 你才知道 他們會繞一圈 因為這個1跟4 可能離得很遠 只有這個3沒有走過一遍 沒有走啊對不對 1 2 6 你都要繞一圈啊 所以肯你要把全部的點通看過一遍 你才知道說 1跟4是 事實上是可以繞一圈的 所以 這個繞一圈的這個方式啊 如果這樣做 太麻煩太複雜了 那我們是不是有比較簡單的做法 那 這邊的辦法是這樣的齁 就是 呃 我們利用set 就是集合 數學上面的集合 unin 數學上面的連幾 就是兩個集合印算裡面把它合在一起叫連幾 用set跟unin的概念來進行這件事情 那我們在進行的過程當中 每一個tree 怎麼表示一個tree 怎麼表示一個tree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外觀形狀好像是這樣的 這個1 2啊 4 6 3啊 或者是後來又加進去變成這樣一個 這是一個 邏輯上的一個外觀 我們看到這樣一個情況 可是它內部知道結構怎麼表示它 內部知道結構啊 你看到tree是長這樣子的 那這個當然我們要把 有1 2加進去你要把它連起來 這個沒問題的 可是你 現在要表示說 我跟1跟4啊 是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的話 它會造成一個cycle 那這個概念 我們可以另外用一個資料結構來表示它 因為我們用什麼資料結構呢 那我們用的就是set 剛剛講的齁 set這個概念 我們做到這個地步了 讓我們知道我們這個有三個tree 每一個tree 其實你不用管它 這個是跟誰連在一起的 他們一定自己本身會連在一塊 所以呢 你就有三個集合1跟2 這是一個集合 4 6 3是一個集合 還有5就是一個集合 好 現在我們假設我們做到這一步 那現在我們 這一步做完之後呢 準備要什麼 把2跟6把它連在一起 2跟6連在一起 那我怎麼知道 2跟6連在一起 會不會有一個cycle 這個每一個集合 代表一個tree 所以我們有三個集合 三個tree 你現在如果要連在一起的 這兩個點 屬於不同的tree 它一定不會有cycle的 對不對 這兩個點一個是2 一個是6 這兩個是不同的tree 不同的tree連在一起 就不會有cycle 這兩個不同的tree 就在兩個不同的集合裡面 它就沒有cycle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 2 6把它加進去 這就不會有問題了 那加進去之後呢 這兩個tree就變成一個tree 就加進去之後 2 6就變成一個tree 這兩個tree變成一個tree 這兩個tree變成一個tree 這兩個tree就變成一個tree 這兩個tree就變成一個tree 那這個tree 兩個tree變成一個tree 兩個tree變成一個tree 要把所有的點通放進來 這個叫union 所以你這時候呢 你就是 union 這個時候你就是要 把它放進來 全部的點放進來 所以1 2 4 6 3 通放進來 還有5 我還沒有動 再下來 下一次我們又說 我現在要把14 把它加進來 那14加進來的話 我們在這邊看到了 這個logic是說 這個14 它這個將來會繞一圈 什麼情況它會繞一圈 你加了那兩個點 在同一個tree裡面 它一定會繞一圈 這麼簡單 在同一個tree裡面 任何一個地方 加一個edge就會繞一圈 所以你唯一要判斷了 你不是 那個繞一圈是一個概念 但是你真的要做的 不是要看它有沒有繞一圈 你要看它是不是在同一個tree裡面 只要你意思是同一個tree的話 它必然會繞一圈 在這個tree的什麼地方都無所謂的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看看 這個1跟4 你要放進來的1跟4 到底是不是在同一個tree裡面 它到底是不是在同一個集合裡面 一個tree就是一個集合 1跟4是不是在同一個集合裡面 如果4 它就同一個tree 同一個tree就繞一圈 我們就不能加進去 所以我們就變成用一個集合 來代表tree的連接性 這個1跟2 這個tree 這個1跟2連在一起 2跟6連在一起 這個還是要保持著 你要找spaintree 這個本身你是要保持著 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我們為了判斷它是不是一個cycle 我們要另外再造一個 對 集合的資料結構 那這個時候你只要判斷 它是不是同一個集合裡面 4同一個集合 就一定會有cycle 我們就不能加進去 我們利用這個概念 好所以 我們怎麼解決 這個 有沒有cycle的問題存在 那我們再 把剛剛的結論再重述一遍 就是 我們的每一個tree 用一個集合來表示它 每一個tree 那現在如果我們要加入一個edge 是UV 要加入這個edge 如果U跟V是同一個集合裡面 同一個集合裡面 代表什麼 同一個tree 同一個tree的話 你把它加進去 一定會形成cycle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不可以把UV加進去 第二個情況是 如果你這個UV 把它加進去的時候呢 U4在s1裡面 V4在另外一個集合s2裡面 是兩個不同的集合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加進去 那你可以把UV加進去 同時呢 你要把s1跟s2 把它做一個連擊的印算 Union 把兩個tree 合成一個tree 做一個連擊印算 Union 再下來 這個 這個集合 這個是我們的集合 對不對 還有我們要做Union 又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那這個集合的印算 跟Union的印算 要怎麼做 集合還是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說 它是一個指導結果 可是集合本身又是一個 又是一個概念 你到底要怎麼快速的 能夠 做這個集合的印算 那有人說 那我非常簡單啊 我就二、六對不對 那我就到 在所有集合裡面看看 有沒有二存在啊 有沒有六存在啊 那我就二 在這邊scan一遍 二存在了 那我在六呢 掃一遍 那我知道六存在了 那它們是兩個不同的集合 所以我就知道 它們是可以連在一起的 那如果一跟四的話 一把它掃一遍 四再掃一遍 喔 發現它們在一起了 這樣會不會太慢啊 掃一遍 掃一遍 要All the end的時間啊 因為你不曉得 一在哪裡啊 你也不曉得四在哪裡啊 那你只要什麼 全部的東西要看一遍啊 對不對 它在任何一個地方都 都可能發生啊 那四也是要全部看一遍啊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 你掃用這個 Nineerscan的方式 這個叫Nineerscan 就你把它全部看一遍 對不對 一在哪裡 你就全部看一遍 四在哪裡 你一定會找它們 所在的集合 Nineerscan 這個要花多少時間 每一次啊 你要scan一遍 你要劃OderN嘛 你有N個資料 你不曉得它在哪裡啊 你要劃OderN 這個OderN太慢啊 好 那 所以呢 這個不是我們要做的 太慢了 那你有沒有什麼更快的方法 來可以解決這個集合問題 這邊所談的這個時間複雜度 事實上是利用另外一個快速的 的資料結構來解決集合的問題 這個每一個集合 又回過頭來 它真正的資料結構是一個Tree 又回過頭來 它真正的結構是一個Tree 我們就以這個當作例子 這個1跟2是在同一個集合裡面 所以我們就給它一個Tree 不是那個spin tree喔 是另外的引生出來的一Tree 資料結構的Tree 所以你可以這樣想 這個就是一個Tree 它是有方向性的 所有的Sum或者子孫的話 是指稱它的父親 然後呢 這個463是一個Tree 我本身是一個Tree Tree的root代表那個集合的代號 所以你可以想 我這1跟2 那1就是我的代號 463是我的代號 5是我的代號 誰當作你這個集合的代號 無所謂的 因為我們只是要知道 你們是不是在一起的 好 那 今天我們要看這個26 它們是不是同一個集合 那2呢 它就一直找 這個你的Tree 可能很深的 我們這邊因為資料比較少 所以你看起來很淺 它其實可能很深的 你要從你的 Lift node 從某一個地方開始出發 2 你會知道你在什麼地方的 你從2的地方往上出發到root 那你就知道 我原來是屬於第一個Tree 第一個集合 6呢 從這邊往上出發到達root 它是屬於4那個root 4的集合 那1跟4不一樣 1跟4不一樣 1不等於4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兩個是不同的Tree 這兩個是不同的集合 不同的Tree不同的集合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兩個合在一起 那 現在這是 代表集合的一個資料結構 接下來是 我們現在要把它合在一起 怎麼把它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的方法就是 把這兩個裡面 隨便一個掛到另外一個下面 那我們就 就 隨便做一下 我們就是1 一個2 把這個Tree 把這個Tree 就掛上來 我們把它掛上來 掛上來的時候 所以 未來 我們就是在一起的 所以 如果 你將來6去找說 我到底是屬於哪個集合 你就一直找 找到root root現在是1 不再是4 所以我們往上找 我們就找到 我是這個 4 我是1 那我們在這個例子下一次 1跟4要加進去 1 它自己本身是root 所以1它是屬於1的這個集合裡面 4 你也是從你的所在地 往上找到root 那4 它的root就是1 兩個是一樣的 1等1 那這時候我們就知道 你是同一個Tree 那你是同一個Tree 那你是同一個Tree的話 這個時候 我們就不能把它加進去 同一個Tree就是同一個集合 我們都不能加進去 所以我們利用一個Tree 來表示我們的一個集合 那 那 可能有人會覺得說 那我這個Tree 將來越來越長 是不是越長 這個概念是 是可能發生的 就是 你將來 因為我們這個 現在把兩個東西把它合在一起 那未來 我們是不是 越長越長 譬如說 下一次的話 下一次 就是 後來我們就是把 這兩個把它合在一起 有一個5 有一個1 要把它合在一起 那我們掛起來可能會這樣子 這個5 downroot 然後1 1 作為下面的部分 所以這個2 這個4 這個是 6 還有3 如果把這兩個合在一起 如果把這兩個合在一起 那同時 Random你選 選一個 download Random你選一個 download 那我可能選的5download 那這時候呢 掛起來就變成這樣這麼長 所以你就會覺得 這個Tree啊 將來我年紀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我的 長度 那個深度 就越來越深 那越來越深的話 那就會產生一個什麼問題 產生什麼問題 當我想要知道 某一個 點 譬如說6 我到底屬屬於哪個集合 我們一定要往上trace到root 那這個 路徑的長度 可能就是n 會不會又回到 Scan的問題上面來 我可能就是n 因為我這個很長嘛 對不對 那 這個很長的話 整個的長度就是n 所以從live node一直到root 那就變得很長 這個在 這種資料結構裡面 在談的時候呢 假設 像這個狀況 像這個狀況 假設我們另外還有別的Tree 我們假設這個資料還沒做完 這個東西之外 還有另外別的部分 這邊還有一個部分 我們還沒做完 那現在我想要知道說 6 現在假設有一天 我要6 跟某一個 要把它結合在一起 要把它連在一起 那我想要知道說 6 它是屬於哪個集合 那我們就一定6 會從這邊開始數 6 再下來是4 再來是1 再來是5 假設我們想要知道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假設有一個8跟7 那今天6跟7 現在想要把它合在一起 其實你要先找他們 是不是同一個root 如果不同路頭 我們要把它合在一起 好 那這個6 早上來 這個7 早上來 他們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它合在一起 這個我們今天這樣往上掛的時候 這個6 4 1 都是你在搜尋你的root的過程當中 碰到的點 中間的點6 4 1 都是你當初碰到的點 那今天我發現這個7還有一個8 那我現在想要往上掛 那我們看 假設我 我今天又很倒楣的 把8 把8 當作我的root 那個比較短的那個當作root 結果這掛起來就很長了 這個8 它原來有7的 現在我這邊有一個5 要掛上來 可是剛 當初啊 你這個6 還有4 還有1 6 4 1 這個4跟1啊 是你在找你的root的過程當中碰到的點 這些點你已經看過一遍了 在當初找的這個階段你已經看過一遍 這個時候你要把兩個tree把它合在一起的時候 順便 把它掛到你現在新的root上面 你不要再從整個tree整個掛上去 整個tree掛上去的話你就真的越拉越長 那我們的 從我們的 從我們的sum 指到我們的parent 我們的sum指到我們parent 這一個parent可以讓很多人指上去的 沒有問題的 往下指就產生一些問題 point好像不夠用 往上指的話每個人只有往上指一個 所以每個point只有一個而已 所以這個時候我現在新的一個root 那當初我就順便把這個1指到這裡來 1的下面還有2指向他的 不能忘記 還有一個4呢 我也把他指向這裡 4下面還有一個3指向他的也不能忘記 還有一個6 當初我也是指到5了 現在要指到新的root 所以雖然你感覺上有一個tree其實很長 只要經過我們1分點這個動作 我往下一數 往下一看 這些點 都立刻直接掛到新的root上面 所以你的tree保持的其實是很扁平的 不會太深 那你的扁平有什麼好處 我將來要找 4的root 一步就到了 一步就到了 那 假如說我要找一個3的root 你只要找一次 他就立刻掛到root上面 你找他一次 那個點 立刻掛到root下面 所以這個是非常扁平的 有很多人只穿root 那這個就不會產生問題 那這個是一個 我們有關於set跟unin的做法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時間複雜度 這個時間複雜度 就是我們整個 鋼的做法裡面 第一段 第一段 我們要把它sort 根據所有的edge把它sort 它的cost把它sort 那所有的edge到底數量是多少 我們用這個符號表示它 lumber of edge edge的數量 我們用一個 1是代表我們edge的集合 那就代表我們edge的數量 代表我們edge的數量 這集合的數量 那1log1 就是我們sort的時間 我們sort的時間 我們sort的時間原來是nlogn的 現在我們的數量是1 所以1log1 這是我們第一步 再來我們第二步跟第三步 第二步跟第三步 它是一個loop 在運造的 就是把下一個 比較小的edge 把它加到我們的holist 那這個時候 不可以產生cycle 我們就把它加進去 然後現在又跑到三來 看到我們的edge加進去 是不是已經足夠了 如果已經到了n-1個edge 我們就停了 否則 Otherwise 我們再跑到第二個步 就是這邊是一個loop 這邊繞 那這個總共要加入幾個edge 總共要加入n-1個edge 但是你檢查edge數量 不是n-1而已 因為中間有些 我們沒有加進去 所以我們檢查數量 其實是 最多可能會把所有edge 都檢查過一遍 那有些有加進去 有些沒加進去 有些沒加進去 所以像你們剛才這邊 這個30這個沒加進去 那你們會檢查到 可能所有的edge 所以我們檢查的量 這是我們檢查的量 每一次 這個我們要檢查這麼多個量 那每一次加進去一個edge的話 花多少時間 是後面這個時間 後面這個時間 後面這個時間 就是我們剛才的英明的時間 就是 你找到你的root 找到你的root 然後呢 如果你要把它合在一起去做union 就是找到它 還要再做union 的時間 那這是我們後面這個時間的複雜度 那這是什麼符號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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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叫ACMAN function 下面這邊 這個是一個ACMAN function ACMAN function就是有 當然這個實際的意義 我們不需要太了解它 就是定義成這樣一個情況就是 A1J是2的J次方 要記得這個已經是expression增加了 EJ是2的J次方 這是expression增加的 2的次方 然後AIE的是 A這個I-1 然後AIE裡面是A I-1裡面就一個A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好像是recursive兩層 就是像這個AIE 這個是recursive 對不對 AIE是這邊改成I-1 這是recursive好像一層 這裡面這是A 這裡面index又是一個A 這個是recursive兩層 那這個Function 它是一個递增的函數 這是一個递增的函數 就是你的兩個index如果增加的話 你的值會變來越來越大 那所以呢 這個pq加1 會比pq 你後面這個是q加1 會比這邊的q還要大 就是你的這個Function放進去 你這個值會大 递增的 還有呢 假設你這個前面 這個index是p加1 那會比這個p 這個只有單純的p還要大 那這個xN方形到底值有多大 這邊舉個例子 A34 就是把3帶進去 把4帶進去 帶到這個方形的recursive去把它算一算 那最後會 會得到的是一個 2的次方 很多2的次方 2的2次方的2次方的2次方 點點點 那這邊的話 有6萬多個6 6萬多個2 這個是2的16次方 這個值有多大 我們可以簡單看 我們不要看那麼多2 我們看 2的2次方的2次方 我們看這個 這個有多大 次方的話是 右上角先算 右上角先算 跟左下角先算 這個答案是不一樣的 右上角先算 所以這邊是多少 這等於什麼 2的4次方 對不對 這2的4次方 這個是4次方 對不對 所以2的4次方這等於什麼 16 這個是等於16 這個3個2 如果我們這邊再加一個2 那就是2的16次方 2的16次方各位就知道了 這個是多少 6 5 5 3 6 就是這個 如果我們在下面再寫一個2 5個2 就是2的這麼多次方 只有5個2以後 有這麼多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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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多次方已經是天文數字的 這個這麼多2 這個叫什麼值呢 各位沒有見過無限大 這就是無限大 這個就是 非常非常大一個值 好 那這樣一個值 這個是一個2尾的 因為有i跟j 如果你把i跟j當作是x跟y x跟y 那你的a的函數的話 等於是y 所以你是一個2尾的函數 是一個2尾的函數 那你這個 如果我們要畫我們的那個 那個 那個尺 把i跟j帶進去的話 我們就畫一個立體的 xy 那你的a就是代表是z xyz 那這樣很難畫 我們就把它稍微簡化一下 想像一下 當然它是1尾的資料就好了 就是你覺得這個東西是 成長非常快速的一個函數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想 它就是一個1尾的資料 那根據x的資料在成長 那a就當作是y 當作是1尾的資料 那這個時候你看 這是一個快速成長的 所以表示什麼 你這邊增加一點點 你這個就幾乎是無限大 幾乎是牽直線 你加入一點點 你這邊就很大 這個就是acvent function 那什麼叫inverse acumen function 一個函數的反函數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給你一個函數叫fx等於x平方 平方的反函數是什麼 什麼叫反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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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平方的反函數是什麼 如果我們先看 一個函數的反函數 一個函數的反函數 我們反函數幾乎叫fx x-1 這是它的反函數 你把這個函數 再把它作用一遍 就得到它n來x 那就是反函數 x平方的反函數是什麼 如果我們先看 只看x大於0 好了 我們為了簡化起見 我們只看大於0的部分 那這個函數的反函數是什麼 那這個函數的反函數是什麼 蛤 什麼東西把它作用一遍就變成x啊 是嗎 是不是可以跟號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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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反函數是什麼 跟號x 這是反函數 這是函數 這是反函數 這兩個是負為反函數的 如果你以為一個函數是 跟號x的話 它的反函數 就是x平方 因為你把它跟號x 在平方就變成x了 這兩個是負為反函數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定義說 它大於等於0呢 因為跟號x在負的 是一條沒定義啊 我們假如講的 這個時數1的話 在real number裡面 你的x如果不是負的 也不是正的話 你這個變成沒定義 所以我們講的是正的 x平方在我們的 這個曲線上面怎麼畫 泡物線嘛對不對 泡物線齁 所以x平方呢 大概是這樣一個狀況 x平方 跟號x呢 長什麼樣子 這是y等於x平方 跟號x呢 大約長什麼樣子 就大約是 如果你頭轉了90度的話 它也是一個泡物線啊 對不對 反函數 它其實圖形是很像的嘛 對不對 所以它大概是這樣子 函數跟反函數 它對稱你什麼軸 蛤 對稱哪裡 對稱你這條線 對稱你四十五度那條線 對稱你四十五度那條線 所以如果你看這個四十五度如果是一邊鏡子的話 你看兩邊圖形就一樣了 這個是函數跟反函數的一個 如果你看我們的幾個圖形的話 它實際上一個狀況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這個 A可麵方形 這個是A可麵方形 這個是一個大A的 A可麵方形 它的反函數長什麼樣子 它要對稱你這條直線嘛 對不對 四十五度這條直線啊 所以它會長什麼樣子 這個是說很快的就變成垂直線 牽直線 對稱過來是什麼意思 很快的就變成水平線 所以這條線 它對應的 它對應的 很快的就變成水平線 這是我們所謂alpha 就是A的-1 A的-1 A的-1就是我們所謂alpha 這條線就非常接近水平線 因為這個是非常接近圈直線 對應過來非常接近水平線 這叫Inverse A可麵方形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這裡 有一個 alpha of這些東西 這個alpha是一個 inverse of A可麵方形 它是一個反函數 這個值啊 非常接近水平線的意思就是 非常趨近你 常數 非常趨近你常數 幾乎是不太增加的 要非常遠的地方才增加一點點 非常非常遠的地方才增加 一絲絲一點點 所以幾乎是一個水平線 那因此呢我們看這裡 這個是一個1 這個是一個alpha of這些東西 這個值啊 非常均一常數 所以把這兩個相加 把這兩項相加 這個1喔這個 還有1x1 log1 log1比這個大多了 雖然log1我們感覺上它本身也不太大 可是這個是 奇距離 常數的 所以這兩個相加 被做一個dominant 這個是比較大 被這個dominant 那所以整個的 時間複雜度 是1x1 log1 變成這一項dominant 那 對於我們的 inverse的定義 這邊有一個正式的定義 我們剛剛只是一個示意圖 畫在黑板上這個圖形是一個示意圖 那真正的inverse function 它這個 acumen function 它是有定義的 就定義成什麼呢 alpha of mn 是等於後面這一串 後面這一串 就是說 a i m除以n 取下線 m除以n 取下線 這個值 只要能夠 代logn 代logn 就可以了 那這定義這個東西 它是二維的 它不是真的是一維的 我們剛剛 在黑板上畫的是 那個是一個平面的 你的函數 只是一個變數而已 那這個真的fm方形 它是兩個變數的 好 那是等於這個東西 那我們來看 很容易的 a34就是代logn a34是什麼 a34有這麼大 這個是無限大 這個是無限大 所以你要找一個值 代logn是很容易的 a34就可以了 那你把a34把它帶進去這裡 你就可以想 這個 什麼樣的值 這個3 把它帶進去 那m乘以n m除以n 這個就是 它取一個下限 那你把它帶進去的話 你看 這個大概是3 這裡大概是3 這裡 i把它取個3 你的值 就幾乎是無限大 任何的東西都會被carp住 你這個值要帶log2 那你只要i取個3 就被carp住了 所以你就說 這個值 幾乎是小於等於3 幾乎 minimum of 這個東西 幾乎是小於等於3 不會超過3 所以我們就說 alpha of m 幾乎是一個constant almost constant 那一般我們在 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這個是近乎constant 所以你在算的時候 只要另外有一項 另外有一項 它不是constant的話 它那個值一定比你這個還要大 就是這樣來的 好那我們到這邊先下課休息